2023年,巴铁的情况可能不会太好 今年1月底的时候,巴基斯坦发生了大规模停电 信德省的一座发电站,电压激增,直接搞垮了全国电网 2.3亿人黑腾瞎火的熬了一晚上 进入2月,巴塔组织又挑出来整活 白沙瓦的一座青春寺发生爆炸,造成100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站在维吾编证法的立场上联系的去看这两条信息 巴基斯坦的两个大麻烦终究还是掩盖不住了 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安全隐患 借用咱们外交部的话来说 当前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严峻且复杂 咱们先说经济 2022年,巴基斯坦的GDP预计是3483亿美元 年增长率在6.2% 人均GDP大概是1686美元 放在全球排行榜上,那是100名开外的成绩 而同期印度的经济体量预计会达到3.47万亿美元 几乎是巴基的10倍 就连难兄难弟孟加拉也比巴基斯坦高入不少 巴基斯坦的国土面积约为79.6万平方公里 人口却超过了2.34亿 等于是一个青海省装了两个河南省人口 虽然论人口密度比不了印度孟加拉 但也差不多是中国的近两倍 在大家的传统印象里 印度次大陆上的老百姓普遍不懂什么叫 少生孩子多种数 所以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 人多且穷 目前巴基斯坦贫困县以下的人 占到总人口的24.3% 差不多是5700万 48.5%的人未完成基础教育 半个国家都是文盲 农村人口中超过一半极度贫困 39%的底层老百姓 资产约等于零 西方专家算了笔账 巴基斯坦只有达到7%的增长率 才能满足社会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 巴基斯坦2022年是负增长 2021年增长了6% 2022年增长了6.2% 这个数据放在其他国家那都是高增长 但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就非常不够看了 等于是经济增长速度 完全赶不上老百姓造人的脚步 经济问题攒了好几年 容忍度不高的社会也就忍不住了 根据2022年 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 超过31%的年轻人毕业及失业 而这个趋势还在不断扩大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巴基斯坦的经济如此拉垮呢 翻开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史 更像是一部田间地头的奋斗史 在60-80年代 巴基斯坦虽然穷 但要比南边的印度和孟加拉强那么一丢丢 可自从进入新日记后 巴基斯坦就逐渐开始掉队 和印度孟加拉一样 巴基斯坦也是农业立国 但不同的是 印度孟加拉利用人口优势 已经转型为出口为导向的 劳动型密集产业模式 而巴基斯坦则原地踏步 始终没有太大改变 巴基斯坦的支柱是农业 也是它经济的生命线 农业产值占到全国经济总产值的20% 全国6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45%的劳动力奔波在自己的田间里头 当然 巴基斯坦也有自己的工业体系和服务业 只不过这两个产业完全要看农业的脸色 比如它的棉纺制业占到全国GDP的8.5% 工业总量的36% 出口额的60% 而它的服务业则大部分是批发和零售 也要依靠农产品和农民的基础消费能力 这就得出一个结论 巴基斯坦的经济模式 类似一个超大型乡镇体下的农工贸复合经济体 比如文章开头说到的 全国大停电这件事 本质上就是工业基础落后的问题 终于在某个节点上 出其不一的给了霸铁一巴掌 巴基斯坦的电网 大部分建造于上世纪60年代以前 修修补补补到今天 已经努力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这场大停电不仅影响了2.3亿人的生活 还造成仿制业近70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更加说明了巴基斯坦工业基础的薄弱 和经济结构的脆弱性 所以乍一看 巴基斯坦也是一二三产业俱全 但仔细一分析 巴基斯坦的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且脆弱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建立在 农业保收增产的基础上 但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种地是个看天吃饭 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都有50%的行业 雨水少了不行 雨水多了也不行 一旦老天不赏饭 农业收入就会大幅下降 那些严重依赖农业基础的 免纺织业和服务业 也会跟着造样 翻开巴铁最近这几年的抽难季 什么大地震 大干旱大洪水 每一次印度洋板块作妖 都是对巴基斯坦脆弱经济的一次毒打 只要巴基斯坦的农业一趴下 整个经济都会一蹶不沾 农业对于巴基斯坦 那真是做到了一容俱绒 一损俱损 讲到这儿 有的朋友可能就要发出灵魂拷问了 巴铁和中国这么铁 为什么不去照搬中国的发展模式呢 还真搬不了 咱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中国模式 要知道 中国能够在30年的时间里 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 最大的驱动力就是投资 改开阶段主要靠外资 干的也都是加工出口的廉价工作 等到初代创业者们赚了钱 再投资升级本国的制造业 国家资本才有钱 去搞大基建 拉动内需 说的简单直白点 发展工业 你得有初始启动资金 但巴铁是啥情况呢 国家长期处于初级农业形态 老百姓普遍没有存款 政府没钱也没办法用基建的方式去拉动内需 而海外资本最看重的一点就是投资安全 但巴基斯坦的问题一大堆 所以也就吸引不到什么像样的天使轮 根据国家银行的统计数据 截止到2022年底 巴基斯坦的国债总额 已经飙升至2000亿美元 差不多占到他国内生产总值的90% 而2022至2023财年 巴政府的收入大约是8万亿卢比 但联门戴希所要支付的金额 就达到了3.1万亿 等于财政收入的40%都拿去还债了 剩下的教育医疗和国防支出 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 遇到地球闹脾气的时候 还要借新债还旧债 所以巴政府的财政压力非常大 根本没能力去搞大基建 发展自己的制造业 巴基斯坦之所以欠了这么多钱 原因总结起来其实就两条 一是这几年 美联储加息导致巴基斯坦的卢比 一扁再扁 食品燃料等基础生活用品的通胀率 长期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 二是连年的自然灾害 让农业经济损失惨重 但是去年的一场大洪水 就冲走了近400亿美元 巴政府把大量的资金 都拿去补这些窟窿 导致财政失字持续恶化 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未来国家违约的风险也越来越高 相比之下 巴基斯坦的模板更应该参考孟加拉 众所周知 虽然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出身差不多 但一个把牛当神 一个吃对方的神 两伙人根本没办法好好过日子 所以最后就闹分家 还因为宅基地划分的问题 打了好几次 由于巴铁的武力支长期不在线 1971年的时候 还被印度强拆了一大块地盘 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的情况其实和孟加拉非常像 都是穷的只剩人口的穆斯林大国 所以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就是利用自己的人口红利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干最脏最累的活 挣最苦最少钱 但现实的情况又非常大脸 因为孟加拉已经走出了一条 出口加工为导向的路子 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 而巴基斯坦却走不了这条路 大家都知道 印度是个强行捏合在一起的散装国家 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书童文车童轨的国家基本属性 而巴基斯坦的情况 还要比印度更糟糕 巴基斯坦有七个联邦直辖部落 他们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其实就是无政府状态 巴基斯坦有600多条法律 但在部落地区只适用44条 罪犯跑到当地部落 就跟潜刀出境一个样 警察和法院除了发函 要求当地长老交人外 根本没办法进去抓 难度细处和跨国引渡是一个水平 另外 这七个部落 全部集中在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交界处 和阿富汗的普什图族 一个祖宗 部落之间还一直保持着相互通婚 所以当年美军在阿富汗剿匪 塔利班的战友 就一窝蜂的往巴基斯坦跑 一来二去还发展出个 塔利班巴基斯坦分班 最近闹事的 就是这伙人 而巴基斯坦的另一颗大雷 就是必如之声 实际上 伊朗和阿富汗也有个秘鲁芝省 三个秘鲁芝省凑在一起 曾经差点成为秘鲁芝斯坦 当年 英国控制印度次大陆的时候 疯狂的在周围搞缓冲区建设 为了防止俄国人南下 于是就把秘鲁芝地区一分为三 一部分划到伊朗 一部分划到阿富汗 另一部分则分给了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建国初期 秘鲁芝也是隔三差五的闹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政务军强而出手 秘鲁芝省这才勉强安分了下来 但最近这几年 他们又截时还魂 搞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糟 咱们的中巴经济走廊 就是贯穿整个秘鲁芝省 所以一日以来 都是个不小的安全隐患 另一个不安全因素 就是旁边印度 由于印巴是势丑 矛盾没法调和 所以每年都要拿大炮飞机 照顾对方个几百次 而巴基斯坦的国防开支 就占到了财政支出的25% 如果没有东方某大国帮着撑场面 巴铁可能早就被印度 折磨到崩溃了 最后一点 就是巴基斯坦的政局部闻 这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 最大阻力 正是由于安全和稳定 两大要素没能满足 海外资本轻易不敢在巴铁身上下注 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 也就无从担起 在过去的20年里 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 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 中国则投资超过了6000亿美元 并借出300亿美元帮助巴铁发展经济 可即便如此 巴铁仍是秀气斑斑 经济结构摆脱不了产业单一 债务压力和安全隐患 又锁死了政府的手脚 未来随着印度制造业的不断加码 巴铁的经济和安全发展空间 将会更加有限 总之一句话 巴铁虽然铁 但它的问题严峻且复杂